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興奮清淨 紅菌老鼠發泉泉 如花三足的流泡 滿顏子孫一萬年 各位三信大德 顯示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邀請到的就是台中榮民總醫院 耳鼻喉頭頸部劉時安 劉主任 劉主任 你好 劉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中榮總耳鼻喉頭頸部的副主任劉時安 是 在我們台中榮總已經有23年的時間了 而且現在擔任外科的主任 其實認重道遠 是啊 是啊 不敢講 在這裡的話 我想跟你接觸過的患者 從你的手上可以讓他身體變成健康 一定很多人會跟你結交成為好朋友的 沒錯 沒錯 這些病患到最後都變成一個閒話家常的好朋友 是 是 這就是表示說醫生呢 取得了這些患者的一個信賴 而且讓他得到健康呢 我想很多人都是有很感激感恩的心啊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曾經也常常說 你要隨便吃東西 你是被當白老鼠了 欸 真的常常會這樣子 譬如說 以前有一些水果研發出來 那可能這水果本來以前很小 但是現在變得很大 那有些人就說 你可能現在慢一點吃 要不然可能被當白老鼠 這個白老鼠啊 在我們醫學界來講 在研發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勞苦功高 他們是功德無量耶 沒錯 其實在每個醫院他都有三個任務 臨床 教學 研究 這三個都一樣重要 當然我們目前醫院 大部分的時間是擺在臨床 因為我們也是教學醫院 也有一部分是教學的需求 那研究當然在醫學中心也不能少 那這個研究就是所謂的臨床研究 所以常常就像主播講的病患都會說 我是不是白老鼠 是是是 所以其實不要說民眾 有些醫生可能對臨床試驗他的真諦是什麼 都還不是那麼的清楚的了解 沒錯 當我看到要反彈這個主題的時候 臨床試驗 我想說 這個造什麼什麼問題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 也從來沒有去想過的 但是一提到白老鼠的時候 以前很多的問題都要找白老鼠先打個針啊 先讓他吃個什麼東西啊 可是呢 我曾經在有一篇報導看到過 真的有人體的這個臨床試驗 是啊 什麼叫做臨床試驗 可以請您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嗎 沒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他所說的定義 臨床試驗就是用來驗證這個治療方式 對於人是不是真的有效的一個方式 那它包括 但是不限於藥物 手術啦 細胞啦 基因啦 放射啦 等等之類的 但是或許以後還會有一些更進步的一些方式 但是至少這些治療 只要能夠提供人體一個治療的機會 都要經過臨床試驗 才有辦法去確認它真的是對人體是有效的 是 那這個臨床試驗的話 是都是採用我剛剛說的真的是白老鼠 或者是要有人 因為您剛剛包括那麼多樣 這有一點聽起來有點怕怕的感覺 OK 好 主播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在整個臨床試驗的過程 從一個化合物被合成出來 到它實際上能夠用到人體 大概都是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是 它要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的驗證 研究才可以 那通常這種化 我們就單純藥物來講好了 因為其實臨床試驗 講到臨床試驗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其實就是藥物啦 藥物 而不會炎的確 藥物也是大宗啦 藥物其實還是臨床試驗的大宗 是 那我們從實驗室去合成一個化合物開始 嗯 那大概 我們大概有 好像有一個統計啦 大概一萬個左右的化合物 大概只有兩三成 到最後能夠有潛力發展成藥物 哦 可以讓人體來使用的 對 可以讓人體來使用的 不過當然在人體使用之前 就像主播講的 還要先從動物實驗開始 都是動物嗎 對 是動物實驗開始 一定要先從動物實驗開始 有動物來確認他的毒性 是 是不是 比如說 每次用的藥 這些白老鼠都死掉了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再進入到人體的實驗 對 淘汰了 所以大概在動物實驗的時候 大概就有大概一半以上的 也是被刷掉了 是 只要動物實驗一旦發現說 他能夠有一部分的效果的話 才有可能進入到所謂的臨床試驗 在這之前都是叫做臨床前的試驗 臨床前的試驗 動物實驗 或是實驗室的試驗 那臨床試驗 還有分成四期 是 第一期 是研究他的毒性 安全性 是 那這些 就像主播剛剛講的 有些人還真的靠這些在活 在美國的話 有些 不過這些說實在的 他們是以自己的健康 去換取這些抽勞 遇到一些可能找不到工作的 還是支援 身強體壯的 他們有時候就會去一些研究的機構 去找尋這些機會 那這些藥廠為了投資 這些酬勞都還蠻不錯的 不過這個當然真的是蠻恐怖的 因為他在試這些新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況都不知道 都有可能 血壓變低 心跳停止 起疹子 吐 拉肚子 都有可能 那這些當然在求他的安全性的時候 不需要很多人 大概十幾二十個 那藉由藥物的 逐步的加量 減量 加量 減量 來找尋他這個藥 有沒有機會成為治療人體的藥 那在第一期 確認他的安全性 以後就會進入到第二期 第二期是確認他的治療的效果是怎麼樣 那我剛剛講錯了 第一期應該是安全性 第二期我們才會藉由藥物的調整 往上調 往下調 往上調 往下調 來決定說藥物的劑量 或是評刺 哪一個是會有最好的效果 那第二期完了以後 第二期大概一百 一百個人 兩百個人 會進入到第三期 確認他的療效以後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大概就是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那這個所耗費的人力 物力大概是最多的 通常大概都要一兩千 兩千個病人 一兩千個受試者 對不對 所以他是病人喔 對 第一期 第二期的話 第一期一定是用在健康的受試者 第二期有可能會用在病人 但是第三期一定是病人 第三期一定要找該疾病的患者 隨機把它分成兩個組 一組是吃安慰劑 一組是吃實驗的藥物 來比較說這兩組之間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效 所以安慰劑他是沒有療效的 完全沒有療效的 那他們都不曉得的 他們完全不曉得的 所以這個是有治療性的效果的 對 治療性的效果 這種是要預防說心理作用 不可諱言 有時候 比如說醫生拿個藥給病人吃 病人吃完就 喔 我覺得好多了 其實這些是心理作用 其實明明他只是維他命 對 其實他只是維他命而已 所以臨床試驗其實有一個作用 就是要儘量減少這些心理作用的層面 那我們只要能夠確認說 用這種試驗藥物跟安慰劑 的確有很明顯的治療的效果的話 那這個藥物就確定可以被上市來販賣 是 是 所以要看他的好的機率囉 對 就是他們好的機率 看看他好的機率 是不是真的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只要能夠一旦通過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 就所謂的FDA 大家當場上講FDA 才會可能去核准這個藥物的上市 那基本上從一個藥物 從實驗室合成到能夠上市的話 起碼都是十年的時間 一定是十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儘管剛剛我們的劉主任提到 這些人雖然說有拿到了一筆很大的一個酬勞 可是他的貢獻的力量其實也很大 沒錯 換句話說他們也是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事 可是他們也是這樣子 如果說萬一這個藥物研發成功的時候 可能幫助全世界多少的人類需要的人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默默的工程在裡面 當然他們也是要養家糊口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真的是功勞很大 這是一個默默的一個推動的這些醫藥界 可以讓他研發更多的來幫助更多的人 讓他們生理健康的這些問題 不過我想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說在這研發當中 你們所篩選的 比如說醫療界所要篩選的這些的對象 應該有所條件的吧 每次當然我們在設計一個 嚴謹的臨床試驗的時候 當然都會選擇他的收案的條件是什麼 排除的條件是什麼 這我們都會有很嚴謹的定義 是 絕對不可能說我可以願意來試 可能他可能全身都是病了 或者是他可能有某些問題了 那或者是心理上有某些問題了 我想應該這也是在篩選當中 當然 所以就是說臨床試驗前 這嚴謹的這個進行要整個團隊嗎 要怎麼去研究怎麼審查的 這整個過程 了解 說到這個就有一點專業了 其實當一個產品出來的時候 藥廠大概都會找合作的醫院 合作的醫師 找一個計畫的主持人 那有計畫的主持人代表 去跟醫院的人體試驗委員會 還是所謂的倫理委員會 去申請 那倫理委員會會就整個研究的計畫 去做很詳細很嚴謹的審查 然後對於特別是重點是在受試者的同意書 都要組織的去了解 同意書 每個要加入臨床研究的患者 的受試者一定都要簽 簽署 受試者同意書 因為我們整個 整個這個醫療倫理是非常嚴謹的 是的 我們必須要讓病人知情 而且他有能力決定 而且他是自願的 不是被我們強迫的 他是自願為人類的健康福祉付出 來加入這個研究的計畫 所以有知情研究就是這三個重點 是是是 如果在受試者在已經簽署了 他同意書了 但是他一半的他認為說我不要做了 可以停止嗎 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受試者 這個就是主播所講到的受試者的權益 以及他的義務是什麼 是是 他的權益 當然他今天可以認 不需要任何原因就退出 這個我們在受試者同意書裡面 一定都會載明的 是 你只要想退出隨時跟我們講 我們絕對尊重你的選擇 但是我們當然都會希望去了解他的原因 盡量挽留他 因為你說要那麼多年的時間 已經花了那麼多心水 我也就十年了他突然退了 對 就很可惜了 對 很可惜的 不過他的權益這個是我們一定要確保 一定要確保 那當然相對來講他只要一旦加入 他就有義務要配合我們 譬如說每三個月要抽一次血 每半年要做一次 譬如說電腦斷層之類的檢查 我們都能希望他能夠配合 一旦他簽署了同意書的話 這就是他的義務 那該吃的藥要照時間吃等等 那你做這一些抽血 或者是斷層檢查是為了什麼 我們有時候要定期追蹤他的療效 那這個藥物會不會 這種在第三期的時候 安全性還是都是要注重的 他的安全也是要的 對 會不會造成他肝功能 還是生功能的異常 這些也都是我們在監測的一個重點 是 但是如果他在受試當中 他出了問題了 或者是有什麼症狀了 也是要把他醫療好的 終止 這個當然 這個試驗就要終止了 我們就要開始治療 他的這些所引起的一些 併發症 後遺症之類的 所以目前在我們台灣 就有這樣在做這些 我們的這個臨床試驗的嗎 有啊 當然有 每個醫院都有嗎 每個醫 醫學中心應該都有了 區域 地區醫院有些有 有些不見得會有 但是藥廠應該主要還是會找 醫學中心的醫師 因為總是病患的來源 會比較多一點 是 那我們台灣目前 研發出來的最有名的藥物 在台灣已經在市面上 應該不計其數了吧 台灣自己人研究的 嗯 很抱歉 台灣目前 當然會有啦 應該是會有一些 但是大部分的藥物 其實都還是國外的藥廠 來自國外 那現在因為都是全球佈局 是 世界全球 追求全球化 好 當國外的藥廠 研究一個新藥 要在其他的 要在全球不同的地區 推出的時候 該國的政府 就像台灣 中華民國的政府 經常都會要求必須要通過臨床試驗 所以說大概這些跨國的藥廠 他通常會做多國多中心 其實現在追求的 大概標準也都是多國多中心 一來這樣子收案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是 有不同的醫學中心去收案 他很快就能夠達到 一千兩千人的規模 那同時他當美國FDA核可的時候 你要到中華民國政府去申請核可 他就可以拿說 我們在這邊也有做過研究的 會加快他的那個審核的速度 所以說這是整個 這是國外的藥廠 他們放眼全球 他大概都會在全球 每一個不同的國家都會擺 都會擺一個研究的中心 來收集個案這樣 是 所以台灣目前還沒有就對了 有啦 台灣應該是有啦 但是不多啦 所以難怪我們有很多東西 要跟國外買過來嘛 譬如說這些藥物 他們可能研發成功了嘛 對 那我們各家醫院都需要嘛 所以大家要大批的購買了 所以陳如剛剛我們的劉主任他說的啦 這些用到的這個財力 物力 人力 真的是要用了很多 那所以他研發成功了以後 他當然要要賣貴 或者是要提升的嘛 沒錯 這一定都有他的專利期 他在專利期間的話 他的藥物價值非常高的 因為他必須要把之前研發的費用 通通包含在裡面 那最近台灣不是也吵得很熱門嗎 健保署就是溢價 讓有些國外的廠商覺得無力可圖 就宣布要退出台灣的市場 當然我們的健保署都一再的鼓勵民眾說 學民藥就是過專利期 有台灣還是說其他的藥廠所做出的 學民藥跟原廠藥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不過據說有些老醫生是覺得還是原廠的藥會比較有效一點 那我自己的經驗 好像的確原廠的藥好像還是比較有效一點 但是並不是說所有的病人都需要原廠的藥 但是我們其實也不樂見於國外的藥廠退出台灣的市場 因為畢竟有些時候大部分的人或許可以用學民藥解決 但是就是有少數的患者 他可能必須要用到原廠藥才有辦法去治療 所以說我也不希望說這一條線就這樣子斷了 或者是他們必須有要求 這個情況我可以聯想到就是說 現在很多要凸顯自己的身份 可能要去買個名牌包 名牌衣 因為非得要穿這個 我就覺得說才可以襯托我自己的身價 但是你說類似相同的款式 雖然他不是這樣一個名牌的 但是他也是這樣子 可以穿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就是有些是要求 有些是必須 那所以我想應該是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其實大部分的學民藥應該效果 都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只是說可能還是 但是國內應該還是要保留一些原廠藥 以備不食之序 或者這樣子講 混亂一百十更遠 山高無人世間塵 傷無人心奔心盡 紅菌浪燭發旋旋 這個臨床試驗的話 還是注重的還有哪些的問題 可以讓我們這些民眾去知道說 其實我們醫院都有經過很多的篩選 為了這些病患要有這些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也會知道說 我到底是這個藥物對我來講有沒有很安全的 有些人的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有些人說用自費的來看醫生的藥 可能開的比較好 如果用健保開的藥可能比較差 差別是在這裡嗎 對的確其實說實在有時候在診間 有些民眾也都會跟我講說 醫生你不用擔心錢 你就自費的要最好的給我開下去就對了 但是這個不是每一次都是對的 其實健保給付的一些藥物 其實就應該足夠了 應該足夠了 那如果有需要用到自費的藥物 我們大概都會稍微提一下的 那其實一般民眾不用太緊張 健保局給付的藥物 其實就應該大部分的場合 大部分的情況都能夠夠用的 沒錯沒錯 我們台灣的健保其實是非常好的 這個福利真的太棒太棒了 那當然很多人你看吧 多少的這些人到醫院去看 都是拿健保去看的 但是病都看好了 而且很方便的 譬如說慢性病 它是非得要一定要長期吃 所以其他我感覺 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其實我真的蠻以我們國家的健保為榮 去國外跟人家接觸的話 大家一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 都會肅然起敬說 哇 你們的健保制度 滿意度非常的好 儘管已經很賠錢了 但是聽到這句話 我們的心是在滴血 這是用醫護人員的勞力去換來的 是 所以說真的真的 當醫生其實我們提到了這些開發 就是我們的臨床試驗的 也是很辛苦的一個工作 也投資了這麼多 儘管它是全世界統合起來在做 可是說真的醫生也是很累的 因為健保的關係很多人小小的病就找醫生 那門診裡面已經堆了這麼多人 你不得不看 所以有個時間的限制 也讓你們覺得說那怎麼辦 像你剛剛提到了 生病了要開刀了 你可以不開嗎 因為一條生命就在等著你 了解 我記得我剛剛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中午12點我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到現在大概起碼都要看到五六點 才能夠把我的病人消化完 當然我就說醫療是一個良心的事業 當患者有需要排刀的時候 還是需要治療的時候 當然我會想盡一切辦法 儘快幫他早一點安排 這個大概不用不用擔心 遇到那些並不是那麼急的手術 或許我就會再稍微往後演一點 所以對於我們的這個臨床的試驗 新藥的研發 從這些白老鼠到我們的人體 其實他對我們人類的健康 這是一個艱辛的一個路程 也請你利用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有什麼樣讓大家多知道的 好 我們做臨床試驗這麼久 大概跟患者解釋 大概只有三成的人會加入 大概差不多三成四成 頂多到四成的會加入 那我們目前整個國家的制度 對於受試者的權益的保護 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放心你絕對不是白老鼠 你是升級的老鼠 你是升級的白老鼠 那大部分的權益 你都會受到很嚴格的保護 特別是醫院的倫理委員會裡面 都會很詳細的幫你們的權益 擺在最前面 沒錯 那醫師如果有跟您介紹的話 其實可以稍微認真的考慮一下 要不要加入這個臨床的試驗 因為你不止有時候會幫助自己 有時候您說不定可以從中間得到好處 那一方面也對於人類的健康福祉有所提升 對啊 這也是功德一見 這大事 不過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大學 做這些健康食品的研發 有很多大學就說自己開發什麼健康食品 他們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人 來做這樣的臨床的試驗嗎 需要嗎 其實當然也可以啦 因為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就有說過 不限於藥品 不限於手術 不限於什麼器材 健康食品當然也可以當成臨床試驗的對象 但是它的前提它是要能治療的效果 不過這些健康食品大部分應該不會想去宣傳 他們預計有治療的效果 因為一旦有治療的效果 瘦的限制會比較多一點 大部分我想健康食品大概不會用藥物的等級 來宣傳 因為應該一旦用藥物的等級宣傳 胃腹部就會盯上你了 是是是 不過今天我們談到了這個臨床的試驗 那我們劉主任也是鼓勵大家 如果說你對這個有一知半解了 或者是說你也想來參與這個偉大的工程 這研發的工程也其實是可以加入的 對 沒錯 對人類的健康真的是有所幫助 而且你的權益絕對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是的 我想應該經過那麼多的篩選 到了人類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做到這麼樣的一個試驗了 這個不管怎麼樣都是有保障的 再來你隨時喊個宗旨也OK的 對 你隨時停止沒有任何理由 是是是是 一定會讓你退出的 是 所以我們難得就是說在臨床試驗這一方面 有我們台中柔民總醫院的鼻頭 鼻喉頭頸部的劉史安 劉主任 今天談到這個臨床的試驗 當然如果有什麼疑問應該可以找你吧 當然 沒問題 太好了 今天謝謝你來接受訪問 也談了這些其實我們沒有聽過的 雖然從報章雜誌看 我們是一字半解的東西 也讓很多人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治我們身體的病 讓我們健康 其實幕後的推動的推手 其實除了醫生的團隊之外 還有很多人願意這樣來做的 真的就是功德無量 今天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 感恩 祝福你 祝福你 同時也感謝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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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